中文字幕志愿者 珍貓 《研究》 張茨向 《劉淑志》 《黃金陸樹》 《劉淑儀》 《劉淑儀》 《企業》 《統合》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比賽 我們發揮的還是挺好的 因为其实场面非常厉害,就是在中间的很多环节其实就是一面之间嘛 就我们中间某一个环节做好了其实就会影响整个比赛的走向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比较好 我认为他们的表演非常好,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好 但是在中间的表演也非常有助于 所以他们感觉到今天比较好 所以他们感觉到今天比较好 对朋友们想问一下,请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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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名字,他们都很开心 那接下来的市井赛你怎么看? 因为你们拿过了,今年的市井赛你怎么看? 其实也蛮期待的吧,因为今天市井赛 其实我们也是在全力以赴在备战 所以还是很希望说是能再去努力的能够去冠军 当然,他们也很期待在世界的冠军 所以他们也开始开始准备 所以在将冠军的冠军 他们会成功的成功 好的,接下来的问题 要问我再问我吗? 我再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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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这样思维的 就是因为你之前跟陈清晨搭档 然后你们的发展也很快 然后这次更华眼球 你们的发展也很快 你有什么意味觉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没有意味觉 就是每一天 客户训练嘛 然后你变得比人家多 你才会进步得比人家快 我觉得都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并没有什么接近 所以 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多冠了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 下一场的比赛就越来越有信心了 就可以拿到那个 通往奥运会的那个积分 就越来越多 我觉得拿冠军肯定会对我们 有非常大的信心的增加 然后这一次 是一千赛 对于奥运积分来说 也是非常高的一战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一开始如果 打得好 对我们后面的压力 会相对小一点 对于奥运积分来的 因为在超级的超级的超级的 超级的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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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奥运积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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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